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3月8日,妇女节 首先祝各位女的观众 青春常住,全部给老公的钱 所有男士都要知道 老婆可能会给你的钱 所以自己重复的小金库 记得,勤力炒股 今天的市场,大家看的板块 大家都知道,还是跌的为主 跌的为主里面 石油和天然气 特别是一支独秀领军出来 是一个很特殊的原因 因为沙地亚拉伯有些石油措施 因此被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 因此价格突然扯上去 大家需要留意 这种突然受到刺激的东西 会刺激的股价,弹一弹 但是,是不是可以长久地弹呢? 是有一个困难的 不过,也要这么说 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 在今年一直到大约6月 我估计会稳步上升 因此,这些很多是中石油的大户 我什么叫大户呢? 就是你持住了中石油 十几年都不放的那些 是大户 因为所有的基金大户 一定老早已经扔掉股票了 因此,这些基金股票 如果需要中石油 一定需要这些长久持有中石油的大户 向它扣回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扎定 不要说一去到,升回一些就离开 那你可能会出现到一件事 就是 输少少而已 真的不能赚少少 石油为何一直会上升呢? 这个牵涉对一个国际形势 美国佬是会捏着石油价格上升的 因为中国是最大的石油输入国 那比你的石油价格贵一点 那便会捏死你多一点 让你的经济增长变差一点 而中国要买石油,向哪里买? 你一向美国买 一向俄罗斯买 一向沙特亚买 当然你可以向印尼买 不过,一定不是向中国买 所以在这点中,大家需要考虑一下 大家留意一下 恒生指数欠荷 今天先升后跌 为何先升后跌呢? 是没什么理由今早会上升的 升的 大家很多时候都是一厢情愿 因为以前这里上升得多 这里上升得多的时候 再这样就天天都会上升 每天天想升时,它一天跌下来 你就会觉得很不适合 只能记住 股票市场就一如太阳 东边升了起来,一定会到西边下跌 不过翌日,它又在东边升上来 我们看到,它升了上来 自然要下跌 当然,你没有在这里入市 你在这里入市,你当然很不睡 不过你要接受 是你迟了上车 市场是继续这样移动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投资者都要知道 不要说自己 为什么我这么不幸 买了,它就跌 而是你应该怎样 为什么我之前不在这里买 原因呢? 原因呢? 之前是因为在这里不移动 那你就对这里没有兴趣 你没有兴趣的时候 你腾然回首 它已升了六千多点 你再扑进去 自然就能挂 你应该在这里 它腾然回首 它从未升过 你应该就会快乐 所以记住这件事 就是当牛市 这个我说的,这叫牛市 在大家忽略它的时候 不看的时候,它就上升 熊市 我认为是应该有一个熊市仔的 是将大家庆高采烈的时候之中 它是会出现的 到今天,很多人还认为 但升是必然 跌下去,为什么你会跌呢? 等一会儿 1点钟 为什么你要去吃饭呢? 肚饿呢? 这么简单 好了,日线图 你看到 到这里 细心留意 保特 Ella的通道中组 已经开始 是打平向横 meng 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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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e在彎上 anti-petitive 如果ברים老师在彎下降 就像這樣了 在這裏彎彎 再下的幅度是可以不少的 當然最好希望它就是打平橫行 然後再搖上去 這樣就擺脫了一個困境 如果像現在這樣 打平走慢慢彎下來 那就真的不要這樣說了 不過如果大家有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你會知道 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我基本上已經預期了 股市一月會升 二月會跌 是會跌到三月中而是三月底 當然了 我錯了一點 因為二月臨到最拉尾的日子 它才會跌給你看 但是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當年整個月都是上升的 因為整個月都是上升很多 只要拉尾那一天 那一天就插你下來很多了 在這點裡面 我希望大家朋友要留意 我始終仍然是一月升 二月跌 三月還繼續跌 三月跌如果在二月中跌 應該就跌到三月中 都可以 既然在二月底下跌的話 我估計今次是可能需要跌到三月底 是否這樣呢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不過也應該要對這些人做少許的準備 當然了 一跌下來之後 很多朋友就關心港交所了 廣交所曾經升到開開巷巷 升到五百多元 開始有人喊六百元 七百元、八百元、九百元、一千元 價一萬元 笨 當市場上 喊到廣交所 如果在五百元 你喊他一萬元的話 你真是笨 信他那個 因為你要給時間、給條件去做 港交所我推介 好幾年前推介 我指他會去到 只要成交達到一千二億一天 他會企三百元 二千億就企五百元 這個 我講的 是給了一個條件出來 你達到這個條件就可以 其實這個很簡單 你一樓跳下來 不是很死得 七樓跳下來 可能基本應該跌斃腳 七十樓跌下來 你一定粉身碎骨 這是很簡單的東西 不是我有任何能力的本事 不過問題就是你猜 港交所可不可以去到 一千元成交一日 二千元成交一日 到了今時今日 人們會認為 港交所不夠二千元成交一日 叫做小成交 他曾經何時記得 港交所之前是百多億成交一日 所以我們不從歷史時間去看 港交所的股票 你會經常很多時候都會錯 港交所之後會否可以經常保持著 二千多億一日成交呢 在現在整個環境裏面 人們是有點灰心的 有點悲觀 自己覺得是一千多億的 現在一千五億的 那就是三百元至四百元之間 一千二億就應該在三百元上面 一千四億 為何我們會計算呢 因為你計算得到港交所收你的費用 等等 你計算得到它的盈利 除非改了港交所徵費的部分 政府徵費的部分不關他的事 收了它也給政府 政府說會否使得成交量減少了 是一定會減少了一點點的 為何會減少了一點點 是因為 你如果有了多了徵費的話 有些高販交易那些 那些剃頭肥黨 他們就會賺少了 他們會少了做 不過我又告訴你 很簡單而已 去到這段時間之後 你等待盟堂在這裡 有哪些螞蟻不湧出來 所以到時你不要說剃頭肥黨 一黨也會出 有蜜糖的話 所以在這點呢 在這點 那港交所量跌到多少呢 它原來是四五五 我估計它可能跌到四二零 大家要看看留意 好 鐵塔 鐵塔 又是一隻被人 我們遺忘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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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件的古業 大家都心死了 對它 之后到这几天,它是大翻身 你看看,从这里下来 我们要看到一样东西 铁塔也是一厘九息,二十六倍市盈率 我看回港交所 一厘九息,四十几倍市盈率 为什么港交所可以升? 四十几倍市盈率是因为跌至四百多倍,五百多倍 还是五十多倍市盈率 同样一个这样的市盈率,铁塔要跌? 就是因为人们认为铁塔没有前途,港交所有前途 大家认为是相弱的,铁塔比港交所便宜 今天,今时,铁塔有钱给你赚 你拿港交所便宜有钱给你赚 为什么? 是因为,公交之前,人家遗忘了他 他说,两元跌至一元 很简单,两元落一元,你让他弹上一个半 可以吗? 一百分之五十回反弹 那你的港交所呢? 由五百八十七元,五十百回落下来 哇,我说出来被人吓死人了 四百八十三元升上去,五百八十一元 下来去之后,四百二十元 就是打和回这个位置? 不行吗? 所以在这点中,人们会觉得 突然间,为什么铁塔会升? 它不是一直跌的吗? 为什么铁塔不升呢? 五珠嘛 你一直很多人,之前在这里 你过早期盼五珠 这是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 好了,到了现在这里 人家五珠真的来了 五珠真的来了 所以为什么这只钟移动 为什么联通,为什么中国电讯都会移动呢? 五珠嘛 所以在这点里 在这里 铁塔来到这里之后 在日线图上,你看到 人人现在会看的 哇,箱底 颈线 颈线,颈线是1.3 突破1.3之后 上面下了三毛钱,就过六 我们就说过半 是不是? 所以在这点里来说 铁塔今天 最高是做超过1.3 它现在收起是1.29 它要怎样呢? 要等它一旦货了1.3 成为了双顶 即是双底 即是双底 的颈线突破 那上面就算是1.6 所以 我是不需要去写1.6 看着1.3 先 1.3 清穿了 站在这里 还有几毫支支 如果真的是1.3 它站定 真的上1.6 那里说的 是不是也应该有25%左右的利润呢? 想不想呢? 所以拿着铁塔的朋友 问铁塔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是 拿了 因为未拿 拿了的 等等它 未拿的 考虑入下它 快手 我现在只在说一件事 你有拿快手做快走 它 现在这个位置 已经跌穿了 上市的最低位 在这里上过来 是4.167 我不知道它的支持是多少 我不知道它目标是多少 我只可以看到 有快手 请快走 因为按照这些新的 是这样的情况的走势 是有一件事可以吓死你的 是一半 再一半 417元 一半 即是200元 200元的一半 是100元 现在270元 距离200元的水平 是不愿意 真的会不会再跌到100元? 我不清楚 我不知道 不过 很多的新经济股 当它跌起来 是会再斩半 这叫敬折腰 这叫敬折腰 腰斩 之刑 斩完再斩 没有法指甲 因为 在这里升上去 Everybody happy 在这里跌下来 Everybody not happy 所以当我告诉他 他可能会再斩半斩半的话 Nobody happy 不过市场会告诉他 不可以你主观认为 happy 还是不happy 佳兆业 朋友问 有读者问 佳兆业怎样呢? 佳兆业 由这个底下2元 升到4元 记住 升了一倍 现在升到4.5元 下跌下来 再跌上去 会不会上去呢? 是要看的 要留心的 在这个形势上 好像跟铁铁有一个 箱底 是吗? 这个是圆底 这个是线线 在这点 它可能才会下跌下4.1元 如果它再之后 又要衝上去 衝上这里 就是好笑头 对于佳兆业 我自己说 你可以观望 你可以看看 它跌下来之后 不要就此放弃它 记住看看 有一天 它再重升回升 它就会是 可能有机会突穿 记住 这个4.4的位置 是一个很大的目标位 日后佳兆业 是突穿4.4 应该就是说 这个圆底 完成之日 上面可以看的 所以如果大家 你们那些 手机 电脑 可以设定 一个 提示 可以设定 一个4.1 提示 可以设定 一个4.4 提示 4.1 就是 看看它之后 值不值得去买 如果大家认为 不买 可能在4.4 才开始追入 有朋友问 中共核电力 我都记得 这个朋友好像以前都问过 可能他仍然很长情握住它 那怎样呢 有些回报 你看到中共核电力 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来 被人围忘了 现在大家朋友 你现在听说 中国核电力的话 你记不记得它做什么 记得 它核 核电 好了 现在它上来过9 现在跌下去 现在它过7 好了 问题会不会 再跟着 弹上来 如果它有机会 如果你有个 手机或者电脑 有个度假提示 有提示它 是否可以过8 1825 如果它升穿1825 的话 开始流心 它可能会再弹上去 或者它跌下去 中逐1.7 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 在这个等等 去买入 当然 如果你现在有货 你就要看 1.74等等 你要考虑 要先出 因为我不知道它会不会 跌下来之后 再跌下来之后 如果1.7的话 那就不要紧了 已经3个线 你不要看这些3个线 很少 因为它只有过多 中国核电就是这样 热线图 好了 今天推介一下电能 电能实业 这两天 有钱 进入 电能一直是上升 上升 6厘息 市场上升 16厘息 不是很贵的东西 来到这里 它开始跌下来 现在问题就是 在于 最近电能 它是买了一些东西 买了加拿大一些风电厂 认为是好 所以它开始 正说那些是月线图 所以这里 最主要是现在要看它 升不升出46 46 46是什么呢 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它们现在已经贴着 跌下来 然后就橫走上去 斜下来 如果能够升穿 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即是46元的话 上面 就一望 这个上族 是55元 不短期 你不要看55 我只望它 是去到什么 去到40多 现在在这个周线图上 它已经表现比较好 凸穿了保利加通道 是上支持位 上阻力位 那是蛇3 蛇3.2 然后蛇3.9 还有一个东西 这里有轻微的握颈 然后看到它向上突破 因此 你看到日线图上面 表现更加比较好一点 它如果再跟着突破上这里 再上再上 那就可以好了 在这个位置 记住 大致上 上面的阻力 是45元 突破了45元的话 即是这些位置 突破了45元 又是形成小的是原底 上面之前 可以再看它 45至47元 就是这个位置 这是以前推介过的股票 的表现 即是过了10天推介过的股票 另外再跟着 就是曾经推介过了49只 有39只 是可以 有10只不可以 大约 例如人类计 就有这么多 过得去 叫做 这个就是答观众问题 10天之内的表现 距离问的问题 大家如果在这个里面的股票 可以查一查 看看这里 有没有讲及你所说的股票 可以作出一个对比 好吗 好 多谢大家